参观中医药博物馆,体验中医把脉问诊之际,到田径地头考察中医药材生长情况。 7月29号,参加第三届驻荣领事官员走进四川中医药活动的以色列, 德国、韩国、奥地利等七个国家的驻荣领事官员来到四川绵阳市三台县,与中医药亲密接触。 中医药大健康产品,中药香囊,茶饮品件,中医肺药物疗法体验。 活动现场,领事官员们通过互动体验,感受到了凝聚哲学智慧和健康养生理念的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 此前的一次针灸诊疗,让韩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张提赫对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过此次参观体验,让他加深了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 张提赫说,中医药文化内涵丰富,如何充分发挥其作用,是值得全世界共同探索的课题。 我经历过一个证据,很有效果,人们的健康,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最重要的因素。 把中医的技术为基础,跟世界的人民一起工作,更发展这个的艺术,让人民的生活更幸福。 当日,祝荣领事官员一行还到一家制药厂参观现代化中医药生产链,了解中药从传统药脂到片极的发展过程。 德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吕吴刚说,在欧洲,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和接受中医药,德中两国开展中医药领域的合作一定大有可为。 中药使用变得越来越方便,就对中药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比如在欧洲,在我的国家,人们就比较接受片极,而不是汤极。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有一些制药公司,他们在中国投资,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中药文化带回到我们的国家。 品尝了药师同源的中药饮品,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潘利文觉得口感不错,并没有想象中的苦涩味道。 他表示,以色列有越来越多的医院研究使用中医药,也有很多机构和学生在关注学习中医药。 长期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医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国家对中医药的理解和认识正在加深。 西方国家对中医药的医药,也有很多医药医药的医药,未经认识的医药,未经认识的医药。 这也能够看得到很严重的医药,我们要看得到很严重的医药, 看看如何研究者在中国,包括我们听到今天,如何治疗的医药和脂肪, 是非常关键的医药,非常关键的医药,非常关键的医药和医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